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维拉在这个赛事杯赛的成绩相当不错 已经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成为盟主 2004年赢曼联取冠军 2007年击败了澳洲的中岸水手 相当明白赛事的特色 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现在一班球员很清楚 这场赛事也很值得留意 10号球衣球员的迪方尼素 现在已经上了维拉 正队一队方面的后备球员 这场的决赛也是由他入球打开这个序幕 三个球员的组织 迪方尼素功夫一流 也是英格兰当地其中一位很有前途的青年分球员 大波这位属于维拉的史迪玛 2007年的MVP 大道信他也不贪功 原来还有一个奔兰 这届是2008年的赛事 这位爆球衣的维拉球员奔兰 成为最佳球员 能够进入邦雅 也做了很多助攻给队友 进级过程对着伊斯特利 也曾经连中三元 而且对他的印象相当之深 苏兰的西奥迪这场决赛 可能没什么办法 连抢球都问谁 迪方尼素 表演的落到史迪巴那里 史迪巴第二年来看这个赛事 也很熟悉 这个港会场 可惜这球球射高了 西奥迪反破 中间又被维拉球员破坏了 又是史迪巴 维拉方面 过往很多届都派出强阵的应战 例如皮加利卡希尔 路克摩 或者是 艾邦拉河 都来过香港 看这个七人赛 所以今届再来 大家值得关注 2比0 增添入球 也可以说 奠定了球队 拿到冠军的一个 宝座 我们见到的就是 艾伯凌顿 亦都是第二届 到这个七人赛的 赛事的参赛 这届除了有维拉 继续会是 增加这个 是杯赛冠军之外 同事的白鸣汉 亦都是会派兵 来踢的 球迷 值得大家留意 每届的七人足球赛 在这届